八卦選回覆 孩子睫毛長長很漂亮 睫毛倒叉讓媽媽好頭痛 有時候看到小朋友那個翹睫毛 都會覺得好羨慕喔 然後有時候看到一個小孩子 我就說好翹喔 他們說這有什麼好的 他有睫毛倒叉很可能 都一直在流眼淚 我想說要不要大家去開刀 有動那麼嚴重嗎 其實睫毛倒叉這個病 在成年人是比較需要到開刀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成年人 如果睫毛倒叉都有原因的 比如說他有受過傷 不像以前的人 比如說沙眼 他的這些眼皮周圍 有經過感染 有結痂 到整他的睫毛開始有一些變化 長的方向改變 這樣的話就有可能真的會 那個睫毛一直刮自己的眼睛 他就會造成不舒服 衣物感等等 反而是小孩子 我們要稍微借急用人等一下 因為東方的小孩 其實他的睫毛本來就比西方人 稍微往中間往上面 上邊 下面這樣子長 就如同你剛剛講的 外國人的睫毛比較會這樣 對 東方人才反而是比較 就值得 所以在尤其小寶寶的狀態下 很多的小寶寶 他的睫毛直接貼在眼球上 可是他沒有感覺啊 而且那個東西應該會 隨著年齡長大之後 他眼頭越來越開 那個睫毛就會離開他的眼球表面 所以階級用人 沒有急著要在小孩子的時候開刀 那很多媽媽都說 可是他一直流眼淚一直流眼淚 其實一歲以下的小孩 流眼淚最常見的原因是 鼻類管阻塞 算了 跟睫毛沒關係 沒有關係 睫毛到底有沒有貼在眼球上 都不重要 重點是他那鼻類管 就是我們的眼睛的內側 把那個眼淚流到我們鼻腔的 那個管子 因為小寶寶這小 所以常常堵塞 讓眼淚一直下不去 下水道一直堵塞 所以就會在眼球當中打轉 那個也是隨著年齡 都會比較好 所以對著我們小寶寶 小小孩來講 不要整天想著 這種睫毛倒叉要開刀 先借幾用人 等到他一歲兩歲之後 再讓眼淚一直評估 來姐